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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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莫莉亞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力 我一天都會講斷舍離極簡 這個不要買 那個不要買 丟這麥娜捐這個的 今天想換個不同的 想要跟你們分享 身為極簡主義者 我還是在持續購買的是五個東西 不要釐清自己的需求 也認為這些不會阻礙我們想要簡單生活 理性購物帶給我滿大的滿足 今天要講的這十五樣呢 包含了我還不想改變的生活習慣的花費 還有另外一種是跟極簡以前比起來 我願意花更多錢在這上面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先從因習慣或喜好的購買類別開始說起 第一個我還會持續購買的東西是 洗髮肌、沐浴、潤髮乳 或是洗面乳這些乳類的東西 沒有什麼別的原因 因為我蠻喜歡用它們 就擠出來就可以立刻搓揉出泡泡洗頭 這樣子那麼方便 雖然建議過我可以用二合一或三合一的那種罐洗乳 洗髮精或是乳二合一我是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我是洗髮精跟潤髮乳 如果混我就會覺得 潤髮乳我就是比較喜歡獨立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才比較夠潤 總之這些算是我嘗試過想要簡化 但是我最終還是會想要繼續買的東西 第二個是乳液精油或是潤髮油這些滋潤的產品 根據我目前看過一大堆極簡的影片 很多的極簡主義者會喜歡DIY做自己的油類或是乳液類 但是我實在沒有都很喜歡那種很純天然的味道 椰子油啊橄欖油這種 還是更喜歡市面上賣的一些味道 譬如說玫瑰啊薰衣草 那因為我的用量還蠻大的 所以在隨時都要補擦薄膜的情況下 我會希望我隨時都聞到覺得很療癒的味道 而且乳液這些竟然是消耗品 我覺得只要我不囤積我都還是會繼續購買 第三個我還是繼續購買的是去做頭髮 我知道有蠻多的極簡主義者 都會喜歡理一個比較俐落簡單的頭髮 然後省去整理打理他的麻煩 看起來也比較乾淨清爽俐落 不過我還是蠻喜歡我長頭髮的樣子 有時候這麼長有時候這麼長 然後一下捲一下直的有一些變化 在衣服換化妝品都簡化了之後 我覺得頭髮可以有一些不同的造型 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還是會定期去找設計師幫我整理我的髮型 反正做頭髮是像購買服務一樣 不會增加實質的商品 簡單的泰然和打理我覺得對我自己建立自信 還有對人的交際上都是很好的投資 第四個是霧眉 有在化妝 特別是有在畫眉毛的女生應該都知道 畫眉毛好花時間 然後又需要一點點技巧 我的眉毛其實在兩年多前有霧過 我覺得真的超省 甚至是CP值很高的花費 真的省下我很多化妝花在眉毛上面的時間 然後拍照也比較好看 素顏拍也ok 兩年多前霧的其實已經淡的差不多 然後形油臉跑掉了 霧眉也是服務型的購買 那也不會增加什麼額外的東西 我之後應該還會再去霧一次 那我現在還沒有配合的設計師 如果有霧眉的人也歡迎找我合作 這樣第五個還會持續買 是有質量的衣服和飾品 只要看到我很喜歡的 正好有需要的 然後又過了我層層篩選的關卡 我還是會想要購買衣服和飾品 而且其實我現在有在物色那種質量跟環保兼具 但價格又不要太太太高的品牌 我還是以前那個愛打扮的 我所以買衣服獲得的喜悅感 其實真的從來都沒有消失過 只是我現在變得非常理性而已 就有一個蠻明白 外在打扮會影響一個人的人際和自信的人啊 適時調整自己的穿著 然後滿足想要打扮的心 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這也還是我會持續購買的類別 第六個是書 紙本書 我得先承認我不是一個特別喜歡讀書的人 所以其實我讀的書量不多 我自己的書本身也不是太多 我是滿長時間都一直在看電腦的文字啊 電腦的資訊 但是儘管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對電子書的接受度真的不太高 那你要讀書的話 有紙本書我會優先選擇 也比較prefer紙本書的感覺 電子書的閱讀就會讓我比較沒有耐心吧 然後很容易跳去其他的網站去逛來逛去 結果時間就 欸 不是在看書了 我現在的書比較多 是因為我爸爸很多 所以我就看他買的 再不然就是我會自己去圖書館借 或是廠商會贊助 嗯 都還是看實體數據多 第七個是衛生品 這是今天唯一一個 雖然我現在還是會持續購買的東西 但我希望我未來都不要再買了 我希望可以在今年整個替換 變成月亮杯的使用者 那關於更換生理洗用品這件事情 我可以持續跟你們更新 但是在我還沒有完全變成月亮杯使用者之前 沒辦法我還是得買衛生棉 第八個是外食或是各種食品或食物 極簡提及的面向蠻多的嘛 很多極簡主義者還會涵蓋飲食這個部分 但是對我來講好像沒有那麼有吸引力 什麼都自己煮 然後完全的吃原型食物 過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單純的飲食生活 沒有 我還是很享受出去吃飯約會聚餐 偶爾吃吃垃圾食物什麼的 我覺得像外食聚餐這些算是台灣人 蠻重要的娛樂之一耶 第九個是做臉 我現在還是會定期的去做臉 跟清粉刺啊這種 我覺得是在幫助我穩定膚質上 還蠻重要的 有一些髒東西我自己 不知道覺得清不乾淨 又有內油外乾的困擾 正在調整 然後也因為是服務的購買 所以我也覺得值得 再來下一個類別是幾點之後 反而變得更愛買的東西 第十個是網路 我之前是那種一個月才1.5G 還是2.5G的那種用戶 那我現在的工作 其實要一直一直用網路 所以我覺得效率是蠻重要的 如果我要一直在意 網路夠不夠啊 流量夠不夠什麼的 真的蠻受限的 所以我會願意花更多錢 在我需要的這個產品上面 然後後來就改成吃到飽 然後覺得非常的值得 第十一個買更多的是訂閱 比如說我現在有付費訂閱 Spotify 付費訂閱Youtube 因為我花蠻多時間在這樣子 訂閱的網站上面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我常常花時間一直在看 5秒廣告 15秒廣告 30秒廣告 或是又有一些操作 因為是免費會員不能用 我就覺得蠻困擾的 就購買這幾個訂閱的付費會員 最後真的幫我省下蠻多時間 然後也幫我節省很多力氣 我很願意投資 第十二個 我會花更多錢 在上面的是教育啊 課程或是證照這種花費 之前跟Selina拍的那支影片 在我心中影響蠻大的 就一直覺得投資自己還蠻重要的 也很值得 真的有興趣 然後也覺得能夠幫助到我 幾萬塊 我也是願意的 第十三個 買更兇的東西 是軟體還有素材類的購買 因為我從事比較多創作啊 要做圖 做東西 做影片 這些工作上面 如果有時候要花 那麼那麼多時間 一直去找素材 然後還要去擔心 這個版權有沒有問題 那個版權可不可以用啊 什麼的 還蠻累的 所以我預期這樣子 不如就直接都買正版的 或是買一個素材庫 可以省很多後顧自由 盜版被抓總辦的 第十四個 花更兇是出國旅遊類的 之前有一個人就留言跟我講說 墨洋怎麼那麼常出國 啊如果你想要極簡的話 你不是就要很環保 然後注意碳排量 所以你不應該搭飛機 不應該一天到晚出國這樣 就很矛盾 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不知道怎麼說明 但是就不認同 不想要改變 旅遊真的讓我爭廣見聞 然後讓我發現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風俗 人文 民情 歷史古蹟 這些都可以自己親眼看到 在我幾乎所有的旅行當中 都帶給我非常多 唯有體會過 才能感受到的一些經歷 所以旅遊是我絕對不會想要放棄的花費 然後也覺得我會越花越兇的一個 再來第十五個 也不是實體的東西 是新的體驗 譬如說 直升機 熱氣球 或是高空彈跳 甚至是前陣子我才剛去北海道滑雪 像那樣子的體驗呢 都是我非常願意為了那一次去做的開銷 大家應該都猜得到 體驗價格都蠻昂貴的 其實就一生一次 我覺得可以去探索看看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而且就是有些事情 你唯有體驗過 你才知道那是什麼一回事 不只是體驗的過程 難能可貴 還有那些可以一再回味的照片影片 都可以再回放你當下的那種 情緒激動的感覺 好的 以上就是我接觸幾點後 還在持續購買的是我東西 或是商品 或是服務 那不知道你們的是什麼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也讓我知道 或是讓大家知道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分享囉 我們就下一支幾點影片 再見吧 掰掰